内观禅修的感受和正确认知 在很久以前,法国一位哲学家正确地指出 了解道理却不照着做的人,表示没有完全了解这个道理 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对道理完全了知,他就会根据这个道理而行 所以仅仅知道一些道理,并不足以让人有正确的行为 内观禅修教导我们如实观察事物 认知如果缺少了身体力行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真正的认知必须包含身体力行的智慧 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去认识自我,然后是关于宇宙中其他事物的知识 为了认识自己,为了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谐,必须观察自己的内心及身体行为 观察的过程必须是科学的,不掺杂任何记忆中的教条所带来的偏见 任何由思想产生的行为必定有矛盾冲突,因为思想本身是有限的 因此,由思想产生的行为不是正确的行为 唯一的其他工具,就是不带情绪的感受 感受可以当成一种工具,来观察身心的行为以了解自己 感受是由感官和相应的对象接触而升起的 这些接触是自然发生的 我们知道只要身体活着,就有呼吸,心智存在,就有想法 身上呼吸的升起和心中想法的升起,都只能靠感受来了解 因此,感受和身心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人可以透过感受来了解自己 感受分为三种 愉悦,乐受,不愉悦,苦受,和忠性,不苦不乐受 如果我们不了解感受的真实本质 乐受产生贪爱,苦受产生嗔恨,不苦不乐受产生愚痴无名 那么这些感受就会分别产生贪嗔痴 这些产物是人受苦的根源 佛陀是一位务实的医生 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在此生根除人的痛苦 他发现了病因,并开了一个药方来根除这个苦的原因 这个药就是内观禅修 如果我们仅仅接受这个理论而不身体力行,就无法治好我们的病 不是仅仅念诵药方,我们必须身体力行这个教导,并检查看看痛苦是否减少 内观是在这辈子结束痛苦的唯一方法 内观帮助我们如实观察事物的真实本质 如果我们能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 实时撤之无常 正知,或是行动的智慧就会开始运作 不能实时撤之无常 内观就不完整或不足够 我们因而无法处理感受 因为感受与思想不同 它是不累积的 如同感受和生活无法分割一样 内观和正知也是不可分的 感受也在缘起法则的循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不能看到感受的真实本质 它就会带来可爱 可爱接着就带来直取 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但当我们了知感受的真实本质 我们观察感受就只是感受 是感觉到的感受 而不是我的感受或你的感受 不是男人的感受或女人的感受 仅仅是因为接触而生起的感受 愉悦的感受是苦 因为它出现后终究会消失 不愉悦的感受也是苦 因为它带来痛苦 忠性的感受也是苦 因为它造成愚痴 因此感受是苦的 无常的 而且它是因缘所生的 因此也就没有自我或在感受的人 如果用这样的观点了解感受的本质 它就不会变成一个攀念或直取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直找感受 它就会自然的消逝 因为所有自然现象的本质 都是生起而后灭去 一旦这个循环被打破 我们就不会再往受苦的道路前进 换言之 苦的道路关闭了 我们打破轮回而走向觉悟 如果我们不断努力保持这样不累积的认知 行动 便会体验到另一端的终点 它是真理中的真理 安详中的安详 和所有终点的终点 内观是最简单 但也是最困难的禅修方法 内观方法不需特别做什么 只是觉知并保持客观观察的态度 所以很简单 但同时它也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心总是不由自主想做些什么 期待着确定的结果 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来打破这种习性反应 这努力就是内观的过程 人类尝试了很多方法 例如前进瑜伽和业瑜伽等修法来达到内心的祥和 但是人们不仅没有得到祥和 这个世界反而充满了贫穷 妒忌战争和破坏 这个世纪 一驻 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已经见证了 在2500年后重新复兴的内观禅修 内观是现存唯一可以让人探索自身的方法 内观禅修的全然无为 可以让人充满活力 正确的认知感受 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也就是源自于爱与慈悲的行为 这将会导向痛苦的止息